当地时间周四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民主党大会发表 接受提名演说的这一天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就剩下74天 而实际上不过在短短31天之前 代表接受提名演说的应该还是美国总统拜登 这都足以显示这场大会的仓促跟时间的紧迫 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哈里斯竞选阵营这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之内 就已经募得了5亿美元 而特朗普在遭遇了枪击 并且举办共和党大会的7月份 一共是募得了1亿3800万美元 约莫是哈里斯的四分之一 而且根据综合的民调 哈里斯的支持率依旧是微服领先特朗普 尽管哈里斯的起步还算顺利 但是民主党实际上依旧难以团结起支持巴勒斯坦的选民 同一时间第三四例的美国总统参选人 小罗伯特预计会在哈里斯演说之后的第二天宣布退选 据传拥有5%到10%支持率的小罗伯特 有可能会宣布支持特朗普 一旦如此这或许将会扭转美国大选的天平 为了第一次在历史上的国家 我们必须要选拥有可能性 不只能选拥有Asian-Americans 但是是Asian-American 而是Asian-American 而是能选拥有racism 和尤其是Asian-Americans 与Asian-Americans face in this country 是的,我认为 systemic racism 是一个问题的我们的国家 我认为她是一个好选择 但是我们也想到美国和尤其而言 在地面前的业务 在DNC 而且还有没有证明的 而且然后是 我们希望她渡达其政策的政策 要选拥有所远作的 需要出现ア动作的